松山機場有一名旅客 上午搭機前 他的行李被檢查出 有防狼噴霧劑 在配合安檢取出之後 他隨手試噴了一下 因為氣味刺鼻難聞 例行人員馬上報警處理 航警也將男子帶回徵訊 以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來移送 並且也提醒民眾 防狼噴霧是屬於常見的違禁品 不得攜帶登機或是拖雲 戴著白色鴨舌帽的男子 被通知行李內有防狼噴霧 需要取出丟棄或拖勤油帶回 他配合取出後 轉身壓了噴瓶 然後再請地勤人員幫忙丟掉 接著就前往後機室準備登機 隨後航空公司地勤人員 感到呼吸不適 通報航警處理 當時在現場的民眾轉述 也聞到了刺鼻氣味 宋山機場貨爆後啟動排煙裝置 讓氣味散去 而航警局則尋先到後機室找到這名 黃姓男子 協助他辦理退關 帶回接受調查 男子表示噴霧是幾年前購買防身 被通知不能攜帶後 因為想測試 還能不能使用嬰兒誤案 學者分析高壓噴灌 在高空上 因氣壓關係容易外洩 對飛航造成威脅 各國銀行線不同 有不同的規範 不過旅客最好從嚴檢視 確保飛航安全 航警局也特別再次向旅客宣導 我國對於高壓噴灌的規範 除了可用於人體的醫療用品 和梳妝用品外 都不得攜帶搭機 符合規範的噴瓶 不論是手提或託運 都有容量限制 而常見不可攜帶的違禁物品 除了防浪噴霧 求生手環 防衛戰術筆外 含有酒精或溶劑的擴香品 以及特殊除菌產品 都不能攜帶 記者綜合報導